第一幕 不必见识藤木源之助 对阵盲见鬼依良执行学 藤木源之助 胜出 这一幕鄙视之后 现场那叫一个血漏模糊 凌乱不开 四手们匆忙将现场 打扫赶紧铺平十字 紧接着这西方帷幕之下 走出一个浑身适落 满身伤痕的武士 第二幕 寿台刀传人 坐伯间左卫门 对阵村妇姬田娟 而这西方对面出现的阿娟 原本一束修长长发 但为了这次比试 将其全部剪短 并赴以白色头巾 他双手抱着一把长剃刀 缓缓走出 你以为阿娟没有任何准备 就去预前比试 他被中场安排到一束道场内 苦练剑术西十多天 可任凭他在道场内 怎么努力 对阵的对手 可是经历过大阪战役的恶战 现又是中场身边的家臣 这次比试实意 真的是太过于悬殊了 凭他的实力而言 完全是杀不死坐拨的 但现在他早已无所畏惧 哪怕是拼时砍送坐拨一刀 也算是为上府报了仇 二人摆开架势 静静的等待着 比武开始之间 阿娟便直接剃刀 朝坐拨的腹部砍去 可无论横砍 还是劈砍 自常自刀都伤不到坐拨 坐拨面对这样的迅猛攻势 甚至连刀都没有拔 他的剃刀锁过之主皆为空隙 可这坐拨的双眸 没有一刻离开过阿娟的身影 大幅度挥砍的动作 让阿娟几摸的衣物都有所松懈 每当挥舞一事 那衣服内的乳房就跟着抖动一次 时时时刻的坐拨 满脑子都是和阿娟交构的场面 在他不断躲闪过程中 那裤装也微微容器 面前的阿娟不再是愤怒的劈砍 而是变得百般交流的依偎在坐拨身旁 就和小兽一样 用刀划着坐拨的肌肤 哥哥 你这样痛吗 不 不痛 你继续 在恍惚之间 这头顶有一道黑影掠过坐拨的眼角 坐拨下意识地将身体往前顶去 那长制刀的刀身和刀柄连接处 刚好落在坐拨肩膀上 这位坐拨直接拔出刀 将落在肩膀的指导一把甩出 而他的动作就仅限于此 等待着阿娟再次劈砍 阿娟这一次的动作 坐拨看清楚了 毫不犹豫地将刀下拉着 用肩膀抵触袭来的一刀 刹时之间 左肩的一块肉飞了出去 而坐拨没有任何的痛感 反倒是非常享受着 一刀 两刀 那剃刀不禁断地向他的手臂 大腿袭来 鲜血喷浸在白色的食指之上 而现在他正在在黄昏之时的火烧云上 翱翔着 继续砍吧 多砍我一点 继续吧 舅母 你的样子好美丽啊 以后长大了 我就许你为西怎么样 傻孩子 等你长大了 等你长大以后 还会喜欢我吗 这身刀欲行比武行 唯有阿娟不间断地挥舞着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到最后 自己可能连刀都拿不稳 时时时刻的他 只有一个念想 在作波蜜眼时 扬装下劈砍 额后撞腕转为上劈砍 随之而来的念想 也复制于行动 在阿娟转腕的瞬间 刚蜜行眼的作波 眼神突然犀利起来 他的反击战 也在这一刻发动了 随着场地内的 一阵喧哗声传出 两人都跪倒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 这剃刀下的阿娟 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他笑了 他的笑容 和那地上开了花的 石榴脑袋的笑 一样诡异 一样欣慰 一个是极致的愉悦 一个是复仇后的怅怀 作波的反击战 只是微微扫过阿娟的衣袖 这时 郡和城遇前比武第二幕 剑豪声势的 被逆了授台刀 以春夫基连军获胜 而告一段落 后面还有九幕 共十八对见识的 鄙视带完结 在这一幕鄙视之中 我加了非常非常多的 原创小段在里面 这些内容都是完全 跟着原著小说行结走的 以免弄得不仁不类 成为同人文什么的 还有观众反应 就是能不能播放一些漫画图 嗯 自信的人物 都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 有些图 我还得自己做 或者是拿其他场景 来糊弄你们的 不过好在 我自信表达手法 都是留百加意识流的 对于绝大部分观众来说 都没太大问题 整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感 就是第二幕这个授台刀 相较于这一幕的鄙视 我更喜欢将其身之为 病态无视的艺术 而在写这一幕又一幕的鄙视时 我是真的能感受到 作波那种 呃或许 论排名的话 作波应该是整个预前鄙视 最强的剑客 没有质疑 年少时期 从军打过罪恶里的 大阪神战役 自己长期处于出血状态 而他的体质 处于造血强的那种 这体内一旦不去放血 其身体会极其的难受 和女性运气奶脏一个道理 以前报纸新闻还经常登 男子献血上瘾 一年献几万毫升的新闻 而且这作波 长年累月的被砍 都没有始于破伤风 这身体数字可想而知 急血的又是金川柳的瘦台刀 这比武之间就是一两刀决胜负的 可他完全可以靠防御折磨敌人 致精疲力尽 唉可惜是最后玩上头了 后面几场比试 我是真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听 生锈树漫画版是没有中意 全篇我就只能靠瞎摸猜剧情 结果你说我发现什么 那就是两个漫画作者 生锈树和南条范夫都断根 这不坑爹吗 或许冥冥之中 做这部作品的人 都会遇到什么离奇恐怖的事 从而导致他们断根 新的一些预估会在三月份 与大家见面 因为我这边要构置相关设备 以新的形式来展现这部原著小说 原创不易 还望各位长按点赞按钮支持一下我 再次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爱你啊 Gulag 投赞alone 喇 sharpen 傻孩子 这还得问你舅舅 这还得问你舅舅